同学们,欢迎来学习微生物感染与健康。 经过前面的学习,我相信你已经了解了, 我们身体这支强悍的部队,免疫系统和它的士兵是怎么样来保护我们身体的健康的。 你知道吗?其实我们的免疫系统,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跟病原体做斗争, 只是绝大多数的时候,这种斗争是静悄悄地进行的,我们感觉不到。 只有当这种斗争,它的强度到达某一个程度的时候,才能显现出来, 那么我们就知道,哦,原来我被感染了。 那么哪些真相会告诉我们,我们被感染了呢? 首先是发热。 你以为发热是因为病原体引起的吗? 那就错了。 实际上多数的发热是因为免疫系统引起的。 因为免疫细胞在和病原体做斗争的过程当中,它会释放很多的细胞因子。 其中有些细胞因子会进入到大脑,命令我们的体温中枢升高体温。 因为病原体在高体温下是会死掉的。 所以啊,医生会告诉你,如果是低温的话,只需要休息,注意观察就行了,不需要用药物去降温。 只有当体温升高到一定程度,会引起身体其他的并发症的时候,我们才需要用药物去干预。 感染的另外一个真相是淋巴结的肿大。 在前面的课程当中,我们已经学过了,淋巴结就像我们身体的警察局一样,分管着一个片区。 如果它分管的片区当中出现了病原微生物,那么病原微生物的信息就会被送到淋巴结当中。 在淋巴结里面,有大量的淋巴细胞会对病原微生物做出敏应答。 淋巴细胞会增值,所以淋巴结会肿大。 有的淋巴结比较表浅,我们甚至可以触摸到它,比如我们的喝下淋巴结,还有呢,我们的夜窝淋巴结。 另外一个和感染有关的真相,浓肿,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化农。 浓肿是怎么形成的呢? 它是在免疫细胞和病原体做斗争的时候。 如果它不能够立刻把病原体,比如细菌消灭掉的话,我们的敏性细胞就会动员其他的细胞,比如说成纤维细胞,来形成纤维,把细菌包裹起来。 这样的话,使得细菌就不能够向别的地方去扩散了。 所以在农业当中,包含有细菌,还包含有在和细菌做斗争的时候,牺牲的免疫细胞。 当农肿破溃的时候,实际上也是一种清除病原体的过程。 疼痛也是米应答的一个结果。 在炎症部位,往往会感到非常的痛。 痛觉的产生和米尼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刺激神经的末梢有关。 那么还有的时候呢,是因为炎症的反应,使得局部的渗出增加,器官的包膜受到了迁拉,所产生的痛觉。 分泌物增加也是感染的一个真相。 大家都知道,当我们感冒了,就会流鼻涕,流眼泪,打喷嚏。 分泌物的增加也是米尼细胞活动的结果。 很多免疫细胞能够分泌一些我们称之生物活性介质的东西。 它们能够促使腺体的分泌增加。 腺体的分泌增加会有助于冲刷病原体,把它们驱离我们的机体。 当我们生病了,我们要去医院。 医生往往会给你开一张检查单,叫做血肠规。 这是判断感染与否的一个重要的指标。 那么血肠规和我们的感染有什么样的关系呢? 在血肠规的检测项目当中,主要颁靠三项。 红细胞的相关指标,白细胞的相关指标,以及血小板。 其中白细胞的指标是和感染有关系的。 当感染发生的时候,往往会出现白细胞数量的增高。 白细胞是指的,除了红细胞和血小板外,其他所有的细胞。 所以在白细胞当中包括,是酸性粒细胞,是碱性粒细胞,中性粒细胞,还有单核细胞,淋巴细胞等等。 那么这些细胞和感染有怎样的关系呢? 一般来说,细菌感染往往和中性粒有更密切的关系。 当我们看到白细胞的总数,尤其是中性粒细胞的总数和比例有明显上升的时候,它往往提示着细菌的感染。 正常情况下,中性粒细胞大概占到白细胞总数的70%左右。 如果这个比例上升到了90%,那么毫无疑问,你是被细菌感染了。 除了中性粒细胞之外,白细胞当中还包括一些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。 这些细胞呢,往往和病毒的感染有关。 细菌的感染往往会引起明显的体征的变化,但是病毒的感染在很多情况下,它的症状并不明显。 尤其是当病毒处于潜伏期的时候,当病毒处于潜伏期的时候,它会隐藏在我们的宿主细胞里面,所以它不会引起我们的免疫系统出现剧烈的变化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怎么样去知道一个人是不是被病毒感染了呢? 免疫系统知道。 免疫系统知道病毒是否曾经来过。 因为当病毒入侵的时候,它能够被免疫系统所识别。 免疫系统对抗原进行识别后,会产生免疫应答,形成抗体。 抗体可以存在于血清当中,而且存在很长的时间。 因此,即使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机体直接感染病毒的证据,但是抗体的存在就标志着这个机体曾经被病毒相关的抗原感染过。 正因为如此,所以抗体的检测是临床上进行病毒感染检测的一个重要方法。 比如艾滋病,如果在一个人的体内出现了抗艾滋病病毒的抗体,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曾经被艾滋病毒感染过。 但是对有一些疾病,比如乙肝,我们需要谨慎,因为乙肝疫苗的接种也能够诱导出抗体的产生。 因此,我们需要咨询专业的医生。 另一方面,抗体的水平和疾病的进程是相关的。 所以,通过对血清当中抗体水平的检测,也能够帮助医生去了解病情的进展以及它的走向。 好,经过今天的学习,我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感染的真相,以及产生这些真相的原因。 咱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。 谢谢大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